大家好,我是TalkChannel的Lucy老师 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字 在中国学习语言呢,我们经常会发现什么呢? 发现了一些字,它有很多的意思,很多的词语 因为呢,在中国呀,一个字代表很多的意思 一个字也有很多的发音 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一个字代表很多的意思 我相信在我的带领下,你们会在学习的阶梯中步步登高 在之后成长的道路也会越来越有进步 我相信你们会越努力,越幸福,幸运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开字 开字,它可,哀,开,开,它是动词 动词也就是它的行为的动词 它是可以动的,开字 好,它都可以组成什么词呢? 请看黑板,好,开门 开门 开门,门是什么意思? 门其实它是一个名词啊 它是一个名词 开门,好,看,老师有给大家带来这个图片啊 什么是开门啊? 好,看,这是一个门,对不对? 它是一个门,好,我们怎么开? 开门,好,我们要进去,我们要进到这个房间里 我们开门,好,开门了 开条,开了一个小峰,开了一个小峰 开门,开门,好,开,开门 开,开门,好,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呢?开门 第一声啊,开门 好,什么是灯?灯是一个名词 名词,它就是一个象征一个事情 一个东西,它是代表一个名词性的词 什么是灯?好,老师这里画了一个灯泡 灯泡,我们家的灯是在上面啊 是在上面,好,下面是不是有个开关? 开关,这个是开关 好,开灯,开灯什么意思?好,呸 呸,点,点一下,这不有个开关吗? 啪,灯亮了 变成这个样子 开灯,开灯,开灯 啪,啪,啪,亮的 灯亮了,所以这个东词叫开灯 开灯,哇,屋子里本来很暗啊 但是通过我按完这个开关 屋子变亮了 我可以看见东西了 我可以看见东西了 好,这个是开灯 开灯,下面呢,我来讲一下 开车,车,好,吃,吃,呃,吃,呃,车,车,开车 好,开始动词 车是名词 车是名词 什么是车?来看 这是一个小汽车 小汽车 我们在马路上看到有很多的车 在我们高峰时间,高峰时间上下班的时间 有很多的人干什么呀 开车,开车 这是一个方向盘 有一个人在开车 开车 它是一个动词,对吧 开车,开车 所以呢,你会开车吗 你会开车吗 我会开车 每天晚上我都开车回家 每天早上我都开车上班 开车,开车 好,第四个 我来讲一下 开花,开花 好,跟我一起读 喝,喝,呜,呜,啊,啊 喝哇,花,喝哇,花 好,花 它是一个名词 它是一个名词 什么是小花朵 来,小朋友们 是祖国的小花朵 看,我来表现的名词 这是什么呀 花,开花了 好,这个是花朵 花朵 好,看 这个是一个小花咕的 小花咕的 好,为什么 它没有开花 它是一个小小的嫩牙 小小的嫩牙 好,怎么开花呢 怎么开花 好,好,好 我都开花了 然后开花了 好,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